蔡信范賢在走投無路之下 沒料到他採取一個報復式的攻擊行為 事實上在案發之後 我們已經釐清他們的這些生活交往 已經把他們做有效的監控 蔡信范賢在走投無路之下 沒料到他採取一個報復式的攻擊行為 槍殺了陳信民眾我們也非常的遺憾 對台南市民也非常的抱歉 那為了有效的給死者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會把這些殺人的動機做一個釐清 但是蔡信范賢他們之間的這些相關的連結 在范賢還沒有徵訊之前 我現在沒有辦法給各位報到什麼